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1月22号的晚上 欢迎大家回到现实人生回到现实世界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老马如期召开了 他之前讲要召开了记者会 所以尊重一下人家100岁 所以100岁要穿红色 尊重一下他华人100岁了 各位观众朋友 准备准备要投票了 准备准备全国大选 因为老马挑战安华 你就把国会解散 你就敢敢解散国会给我看 然后老马讲安华你是名不正 言不顺 因为安华你输了全国大选 你跟另外一个 你跟其他人合作 成为首相的 他说哪里像我这样子啊 我老马 42年来 我赢过5产大选 5产大选全部赢三分之二 在民意方面 我老马呢 你连一场大选都没有赢过 他说你现在是名不正言不顺呢 去担首相的 你有本事呢 你就解散国会 你敢敢解散 你像我这样子 赢一次三分之二 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呢 今天老马讲的 重点 当然老马讲的 全部都是事实 你不要看他99岁呢 我这样的思维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我们以为呢 今天他是要讲 他儿子的事情呢 想不到呢 讲讲讲讲讲 就讲过火 讲到玩到这么大 玩到呢 叫安华解散国会 叫安华呢 举行成国大选 至于他儿子方面的事情呢 重点就是 原来是 你们把我的儿子呢 叫进去呢 叫我儿子呢 找证据 来控告我 所以老马讲 假如我有问题啊 我有贪污国家一分钱啊 这个五次的大选啊 我早就输了了 人民那里还会损我 每一次损我呢 都是三分之二啊 你安华的一次选举你都没有赢过啊 所以安华你应该解散国会 应该去选举 OK 真的是给他掌声啊 这个是纯宇宙呢最厉害的 99岁的人 讲的那个思维逻辑呢 真的是 真的是天衣无缝啊 99岁呢 头脑还能够这么好呢 真的是 你要 纯宇宙去找呢 你还真的不容易找到 这么厉害的人啊 来 看新闻 很多人没有活到99岁呢 都中那个阿兹海默症 就是老人磁台症 就好像那个凯里的岳父呢 巴拉呢 巴拉真的是磁台到很厉害一下 他们讲巴拉到现在呢都不会认得人了 但是这个99岁呢 哎呦我们年轻人呢 都想不到的东西呢 他都能够讲出来 他真的是好厉害好厉害的一个人啊 啊所以他现在他会炒作呢安华呢 那个名不正言不顺 啊 他说 他说你要比民意呢 你就就比过OK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明白了 现在赖清德呢台湾赖清德民进党呢给人家笑嘛 啊 笑他你40%罢了吗 你才40%吗 啊 你才40%的人支持你 是不是 啊那赖清德给人笑到现在了啊 因为他赖清德只拿到40%的损票吗 啊60%的人是不支持你哦 啊 所以你这个逻辑用过来老马这边 就是这样子了 啊 安华呢 你才赢到到谁 70多谁罢了 啊 70多谁你算什么 啊 你得到多少的支持 啊人民并没有支持你啊 啊 你是跟别人呢合作呢 做首相的啊 啊你还敢来 查我还敢来挑战我啊 我呢5次都是3分2啊 啊包括一次呢 啊就是那个 啊华人头的 我42年呢赢了5次大损你呢 你一次大损你都没赢过 啊所以 老马呢 他讲到太兴奋了呢 就挑战安华 啊 把国会解散 解散国会 现在就选举啊 你讲你有民意 你讲人民支持你 比一下看 啊 所以呢 变成了今天的 最最爆点啊 今天的 最炸烈的一点 所以呢 各位观众朋友 你觉得安华会不会听他的话呢 去解散国会呢 啊 老马呢是不是太过疯狂了 OK 啊关于他儿子的事情呢 重点呢 啊就是老马把故事编一下呢 啊就变成了 变成了 啊非常非常 啊 他就说 你们找我儿子啊 啊 因为你们找不到证据吗 啊 他说我42年来 我一分钱都没有吃 你们找不到证据 所以叫我儿子来 叫我儿子拿证据 啊 假如我儿子没有给证据呢 我儿子呢 坐牢5年 啊 他讲 所以呢他现在 老马在记者会呢 提醒外国商家 提醒外国老板 提醒外国投资者 你们千万不要来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政府呢 已经是完全变成了一个 恐怖白色主义的 白色恐怖的那个 政府 啊 一开始呢就就笑他说 安华昨天讲嘛 那个查那个墩呢 很难查 啊 他讲说 哪里会难 我都没有power 另外一个人啊 他有47条罪啊 都可以DNA 啊 只要顺我者参利我者完 OK 但是这个东西谁发明的呢 啊 现在他直接教你们了 我们都知道 老祖师爷就老祖师爷他 厉害就是厉害 那他 那就是安华 啊 我现在无存无私吗 你不敢查吗 你不能查吗 啊 他说 然后他这次拉下水呢 他讲 安华你自己有案件啊 啊 手相不可以查了啊 啊 啊 副手相呢 也不可以查了 然后那个反抗会老大呢 阿湛巴基呢 啊 老马上大概有讲了10分钟 阿湛巴基的股票事情啊 反抗会的老大呢 也不可以查了 就是拉阿湛巴基 下水 啊 他说只要你有 官司呢 啊你就支持安华 支持安华呢 啊你就不怕 哎 其实呢 讲起那个麻坡那个年轻人啊 赛沙迪的事情啊 啊 赛沙迪 不是支持安华 支持团结政府 结果呢 还要打两边啊 赛沙迪还要打边啊 结果赛沙迪呢 就退出 不支持团结政府 啊你看 宁愿呢 撕掉你一个席位呢 都要在你屁股打两边 啊 团结政府少有一个席位啊 宁愿 都要在有 他有私信嘛 都要在他屁股上面打两边啊 所以呢 我们不要听老马讲太多啊 然后这是被拉下水呢 阿湛巴基 当然这个阿湛巴基有讲有新的案件啊 他有那个 观测购买案件呢 他会传召更多的政府官员 还有新的案件啊 所以前天的那个 国家元首请喝茶呢 啊 你看他任内三个首相啊 啊那个老马 叮叮 跟 这个 啊 安华呢 是不来的 安华没有追他们了 啊所以真的是来真的了 所以人家讲说有调查没有调查 没有 真的现在老马恐认呢 是有调查 安华也恐认了有调查 所以有调查呢 是真的 然后呢刚才我们看见我们呢 刘博士的胆呢 大力批评老马 刘博士刚才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呢 大力批评老马 他讲曾经的发展之后呢 沦为国家 倒退的 那个 破手 啊真的是太慢了 你应该早一个礼拜呢 讲这个东西啊 因为老马呢 又带出新的课题 老马又带出新的话题了 你追不上老马的 那个速度 老马主要把安华政府呢 安华政府是名不正 也不顺 你不是靠选举赢出来的 然后 再来呢 他就讲这个安华政府呢 啊 现在呢 是浪用纯粒 啊 浪用纯粒 搞白色恐怖 然后再来呢 你又管不好国家 现在名不了身 老马就列了一大堆 那个 一大堆 那个东西啊 那个冰城大桥的东西啊 然后马列举一大堆出来 他讲说呢 哎我们马来人呢 是不可以干这种事情的 又是给你安华政府害一下呢 现在马来人啊 都违反宗教啊 干这种事情违反宗教嘛 违反宗教事情 人家都拿来做 那是因为名不了身呢 水生火热 都是你安华政府害的 而且你安华你是少数政府 你是一个呢 不合法的少数政府 OK 那么这些 都是 老马的 论调啊 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觉得呢 安华呢 其实他是不是一个合法的首相呢 安华现在当首相呢 是不是像老马讲的 他是名不正 言不顺 他是一个少数首相呢 然后安华有必要回应老马呢 去解散这个国会吗 举行全国大审吗 所以这一点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所以也请大家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回见 这是我们下回见 咱们下回见 咱们下回见 好 咱们下回见